每年春天 林海和家人都会用萝卜 制作一道充满香愁记忆的美食 那会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菜卤 和我们理解那种卤鹅卤鸭 是一个道理吗 不一样 那个是用卤汁去卤 这个是要蒸三天三夜 就跟萝卜原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对庆园人来说 菜卤是一种特别的存在 这种经过独特技艺精心制作而成的菜卤 不仅是煮菜 配菜 下韭菜 更是庆园人对乡土情怀的一种寄托 小时候我外婆一直给我做这个菜 春天刚来的时候才能吃到 走了 回去了 林海说 制作菜卤还需要用到一样特殊的工具 为此他请来了村里的竹编高手 乍一看有点像我们平常蒸东西用的那个壁子 它叫竹螃蟹 你这别说真有点像 你看这是它这个圆圆的肚子 旁边就是它的脚 往外到处乱爬 那么这竹螃蟹在制作菜卤时 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把这个竹螃蟹这样子放锅里 怕这个萝卜等会在卤的时候浇掉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竹螃蟹垫在下面 如果说很烫的时候 你就可以 直接抓着蟹脚 就可以把它拎起来 脚起来的 我说我吃了很多 我现在一忙了 我现在过去了 我掩饰过去 三个小时之后让它冷却下来 又有第二次 总共加起来三次 就是三天 为什么会有菜卤这种东西的蛋糕 它是经典咸菜 它不容易坏 长时间可以保存 我们上学的时候 一直要带的 可以在学校里吃一个礼拜 在美食制作中 时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三天之后 锅中的萝卜 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这个味道 跟我想象中的差别好大 都看不出来 它原来是白萝卜 它就是靠这三天的一个蒸 慢慢变色成这个样子了 是 它里面的纤维 全部已经打细掉了 而且很软烂 你看我的手指轻轻一碰 你看 很软很软 对 你可以尝一下 它已经可以测 味道怎么样 味道很浓 有点像酱牛肉 但它还有萝卜的那个口感 经过长时间的蒸制 萝卜中的水分大量蒸发 蛋白质 氨基酸等氨基化合物 与还原糖相遇 经过一系列反样 生成褐色聚合物 质地也变得粘稠软烂 制作完成的菜卤 一部分会被拿去晾晒 以便长时间保存 请不吝点赞 hugs